我一直說我把六叔不但看成是我的偶像 我的idol 而且實際在我心裡邊 他是我一個長輩 一個父親 因為他一直都很關心我 包括我結婚以後 我记得有一年他来了 他去看房子 看房子呢 他们就看中在 Beverly Hill的一个 以前猫王住过的房子 他说他想把它买下来 让我跟我以前那个先生 住在里边 帮他看房子 其实就是让我们住在里边 很可惜他没有买那个房子 我们也没住进去 不过呢 在那段时期 我们有一起过过一个 很不一样的时间 不一样的日子 不一样的日子 Lokso Sujoksi 感谢你带给我们这么多的 少师经典电影 其实Mona跟Renwen他们是朋友 Renwen蛮欣赏Mona的 Mona是一个很踏实的女孩子 那个时候很年轻的 而且很上进的 小老板电影视野在六十年 还刚刚就是 旺山开始嘛 她也不是说 像现在那样的 有她的电影王国 是吧 那个时候还是开始 所以Mona也帮了她很多的 我跟她两位认识呢 Mona就是因为我们是同行 那个时候她跟Renwen已经拍拖了 已经在很好的 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家里头 她说 Rebekah 我上你家里来坐坐 可不可以 我说好啊 你来坐吧 她说 因为 Renwen在那个时候 我都九龙的 那么那里有个叫 Coffee House 对对对 太子道上 太子道上 那么她说她有谈工事 跟人谈工事 让我等 她又不让我 我想我不要在那里等 她又不让我在这里 我就找你家里等 我在那个转弯那个角 那个巴夫街嘛 所以在你家里等好不好 我说好 结果呢 等等等等 很久还没来 等到那个Renwen打电话来 我说你快点来啦 我要睡觉了 太累了 我说你把Mona快点接走吧 那她说 那我就来了 结果刚来了 来了半天 Mona真是 哇 真是 很耐心 耐心的 一天到我在阳台看 一个车来了 一转弯就看到的嘛 她那个大车 哇 海车刚刚看见转弯的时候 她噼噼噼噼 我走了 Mona也是上海人嘛 她不是上海人 可是她讲上海话 她就 我走了 我走了 我说你 你等了她一个多钟头 一个多小时 现在你让她等两分钟 也不要紧吧 她没有 你看 你看她对她多好 我就羡慕 对不对 我说我跟Renwen是一样 我说你说吧 Mona对你多好 现在 又是对Mona很好 就是应该的嘛 一个人的 得一事 一事一定的 你必须不要去炫磨 有得就会有失 你不要炫磨 她今天能得到的 她以前 种下的 付出的 付出的很多 让我们静静地为你 两颗星恶 变造一切 今天 其实六叔对她很好 我讲个秘密 给你们听 她也许不愿意 可是今天大家都那么老了 她已经成了少太了 她从前呢 我们到大厦 请我们吃饭 我跟我丈夫 去大家吃饭 她假如这间日子 是对六叔 就是对少先生 感情好的时候呢 她就把少先生 送她的这些 卡 卡 什么卡 就搁在课堂里的 她假如这两天 对她有情绪呢 她就把她卡 跟着她 在茅房里 真好 真的 这是我经验感觉的 是吗 她也算是 很痴情的一个人 你看 好像六叔 外头这么多人呢 我想她现在 已经不在乎了 她曾经讲过 不管人家怎么讲 她说 葳葳 假如你要找少医夫 你告诉我 我十五分钟以内 一定给你找到 即使说 少医夫到哪 她都知道 你可见那么感情 这话不是现在说的不 几十年前了 少老六多坏 男人都是坏的 那不见得 那不见得 不过 你看她那么坏 可是她对梦那是 也是 情有独重 实际上我很感动的是 因为六叔跟每个人都讲 他说 我是他手下最好的一个演员 最听话的一个演员 他时常拿我来做榜样 去告诉她的后一代 说如果你们都能够像 佩佩那样子的话 那么演员 道德就一定会是最好的 那我也时常因为她这样的标榜 而我更努力去剪贴自己 能够做一个后代的好榜样 而她时常都很关心 曾经在她那里工作过的人 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岳老爷 岳老爷身体不好的时候 他从报纸上看到了 他把我叫去 就跟我讲 他说如果有任何 他可以帮上忙的 他一定会帮忙 而且他不希望我讲 是他要帮忙的 我自己觉得蛮感动的 就是五金不算是 他的一个职员了 他还能够那么关心他们 肖阿夫爵士, 当然我是很敬重他 他是一个很友善的人 没什么价值的 我老板都很好 小老板是一个非常好的老板 很友善, 他很温暖 我当他长者都是老板 肖阿夫爵士是一位很好的长者 教我很多家店里的工作人 非常友善和爱和亲 他其实是一个很有领导才能的人 是一个很有领导才能的人 不信任何人 是一个小孩的人 是一位小孩的人 我高兴owers先 我去找到老板的 他最有领导才能的人 它是一位小孩的人